如果當年有一天走在路上 在地上發現這個掉落的彩券跟呱呱勒 可不能隨意亂捷 因為捷起來很有可能就會涉及侵占罪嫌 大樂透微粒彩 每賣出一張就多了一個發財機會 像這樣的電腦彩券掉在路上真的很誘人 我只能捷起來啊 對不對 中獎再還給那個人就好啦 民眾如果捷取遺失物 也就是包含像在地上的彩券的話 可能會觸犯刑法第337條 侵占遺失物罪 那最重是可以除一萬五千元以下的罰金 亂捷彩券可不只有觸法疑慮 就算撿了也無法對獎 怕流出去啊 流出去他如果拿到北家 北家三千兩千兌換的時候 如果有人檢舉的話 台宰會寄點 如果很多會都會被停機 中獎的彩券經過兌換 會印上大大的黑色勾勾 經過台彩規定 SOP程序要立刻撕毀撕成4塊 瓜瓜樂也是隊長的當下 就要立刻撕毀 避免重複隊長的情況發生 這個是有中獎還是沒中獎的 有中的啊 中過的啊 日前由彩券行員工 小心翼翼搜集了一整袋 對完獎的中獎電腦彩券 這些彩券根據台彩經銷商 違規懲處條例 已經隊長的彩券要立即銷毀 若是沒有立即銷毀或是遺失外流 最終將罰經銷商停機三天 路上掉落的彩券火瓜瓜樂 可不是財神爺上門 要是起了一時貪念 不僅得負上刑事責任 恐怕也跟大獎絕緣了 接著講一尾 Lemony 台報道